火星上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 无爱乎也是衣食住行呗 但是必须要多一点 那就是呼吸了 火星的大气层非常细胞 只相当于地球大气层的1% 而且其中95%的气体还是二氧化碳 所以解决呼吸问题 就成了我们生活在火星上的首要任务了 另外你总不希望上了火星 就不能再回地球探探亲吧 想要做火箭回来就需要有燃料 而燃料想燃烧就必须要有氧化剂 还是绕不开氧气 携带如此之多的氧气上 火星显然是不现实的 那我们就只能就地去拆 幸好这里大量的二氧化碳 和地地丰富的水资源都是好材料 可利用萨巴结反应来生产氧气和甲烷 呼吸和制作燃料都已经足够了 好那么下一步就是解决吃的问题了 火星土壤中包含大量的高浓度的高氯酸盐 它会严重损害人体 尤其是我们的甲状腺 所以并不适合用来种植蔬菜 那么我们就只能采用水培法了 在富含矿物质的营养液中 直接种植农作物 但遗憾的是 由于火星地表没有水流 所以我们大概只能吃到地球上20%左右的蔬果 想要来点别的 不好意思 只能点外卖了 喂 小哥 我点的油门茄子还有多久到 什么 还有三个月 坏了 好吧 想要吃点新鲜的肉 得了 还是提前把自己变成素食主义好一点 好吧 吃的随便点也就算了 祝呢 大概率你得住在地下 因为火星没有磁场 无法抵御来自宇宙中的高能射线 想要免遭辐射的毒害 唯有挖个洞隔离起来 当然 住在地下和舒适温馨 其实不一定是冲突的嘛 你看 甚至连模拟的海滩都是可以有的 最后出行该怎么办呢 其实火星的表面非常地像地球上的沙漠环境 所以一辆改装强化后的沙滩车就非常好了 只是我要特别提醒你哦 出门之前一定要注意看天气预报 不过好像这里唯一烦人的就只有一种天气 沙尘暴 而且一刮几个星期 还看什么预报呢 直接看天就可以了嘛 漫天红尘要多明显 有多明显 啊 说的好像我已经去过了似的 哎 你还真别说啊 我是真去过的 甘肃经唱的火星一号基地 就是一个完全拟真的场景 这片荒凉的戈壁沙漠 真是相及了火星的表面 除了还是有足够让人呼吸的氧气 所以除了舱内活动 完整的体验了一把作为火星人 每天的日常以外 舱外活动也是必须要安排上的 人机播种比赛 输了 跟小学生比个发射火箭 输了 搭个房子 它漏风了 嘿 我就不信了 总得挑战营养杀吧 哎 对了 就它了 对面高耸入云的山峰 就把它当成是火星上的 奥林匹斯山来征服吧 终于我成功了 站在巅峰此刻的我 只想说一句话 天冷了 记得一定要穿秋裤哦